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乙望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教育孩子要从日常生活开始 我这两天因为难得澳洲的好天气 所以这两天一直在帮妈妈,帮我自己整花园 所以就停了两天 但是昨天无意中就看到了一个视频 就是在微信上看到的 它是关于一个弟子归的家庭,如何教育孩子 一个五岁的男孩 他可以把一个点点滴滴的家务事 做得都非常非常的细致和纯熟 甚至可以看得出来 我连大人都做不出这个样子 但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我可以深切的体会到 教育孩子真的是要从生活点点滴滴开始 我记得在几年以前的时候 我在Facebook的时候我看到一段话 我当时想这句话我怎么看这么晚呢 他说其实学校是教育孩子知识 而做父母的应该是教育孩子的生活习惯 其实这个生活习惯呢 有的时候我们不能 不是说就是以前我觉得 哎呀就是刷牙洗脸 保持自己干净 就是做事情有收尾 这些东西是很简单啦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日常生活 因为我们是经常做的 所以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但是自从学了几年以后呢 我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就是体会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当我看到这五岁小男孩 在他整个洗碗的过程 整个擦地的过程 让我整个人陷入到了深思当中 其实整个过程当中呢 可以让孩子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因为在这个整个就是做工作如何 如何细致 如何做事情呢 由手尾 由手尾就是说 你拿的东西 你要把它放回原位 然后呢做东西呢 一定要做的彻底 怎么样的东西 就是要么就不做 做的特别干净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一个什么样的程序 可以让你的工作减轻 就是让你的工作就是不累 并且让你的工作尽快做完 像我之前说过 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很多困难 当我们很焦躁不安 不开心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对目前 所要做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其实当我们对一样事情 非常纯熟 知道怎样做 如意得水的情况底下 身边不管再忙的情况底下 我们也不会觉得焦躁不安 不会不开心 因为我们懂得怎么做 大家可以仔细去回想 回想一下 我们什么情况底下 比较容易焦躁 也就是说 当事情堆积而来的时候 有很多事情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或者说 我们不知道有一个 非常简洁的方法 该怎么做 我们就容易焦躁 甚至不想做 开始变成拖延症 而其实这些东西 很多东西 我们都应该从小培养 小时候的点点滴滴 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我之前说过 我看到 就是我娄小小女孩 是在保险公司做工 然后她回家之后呢 就教我她如何做工的 这程序讲给我听 我马上就学会了 然后我就把它应用在了 生活当中 其实这全部都是技能 而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 孩子在从小的生活当中 我们就教她如何来处理 身边的点点滴滴 其实就从身边开始 我们其实是平时生活 所遇到的很多事情 让我们烦躁 都是琐碎的小事 而这些琐碎的小事 其实我们真的应该 从小的时候 就应该学会怎么去处理了 而不是等我们长大之后 我们事情开始堆积如山 变多的时候 我们这些事情 就像我他们说 你37岁才开始学习 收拾房子 并不晚 但是呢 如果我在5岁 我就会的话 我可能37岁 我已经很有成就了 因为我不需要在 一些琐碎的事情上 用脑或烦躁 或者拖延 其实在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希望有缘的家长呢 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对于孩子呢 从小就要开始 着重于他生活方面 日常方面 让他做家务这点 做家务其实并不是说 哎呀 我家有钱 我家有条件 不需要孩子这么累 这当然有些父母 是希望孩子来 还他小时候的梦想 但是其实往往你是剥夺了孩子学习的机会 他我就看到那个视频里面小男孩用螺丝刀啊 怎么样修小凳啊 然后呢 就是如何去洗碗 用剪洗碗呢 然后呢 他们家的那个就是很多东西呢 就是用是DIY的 就是自动自己做的 像放工具的盒子呢 都是那种汽水瓶啊 或者是矿泉水瓶剪开 然后呢 放这些东西 就是生活非常过得非常节俭 但家里边低沉不染 非常干净 小男孩洗碗的时候呢 拿着瓶子 把这个碱呢 咬到这水里之后呢 然后再把瓶子盖扭好 放回原味之后 再开始洗碗 这一锅水呢 洗完所有的碗之后呢 洗完锅 洗完碗之后呢 然后再重新再洗 洗完之后 把每一个碗擦干净 勺擦干净 再放回原味 就是整个过程 我就在 我就这么静静的在看着 那是让我整个人 就是拉近了这个深思当中 我觉得我们所有所有人生中 长大以后 所需要的很多很多技巧 都是从生活 都是这种点点滴滴开始 像很多我们的大学生 年轻姑娘 外边穿得漂亮 外边穿得风光 可是家里边一塌糊涂 非常脏乱 做事情没有收尾 有钱买 却不懂得整理 不懂得收拾 家里边一塌糊涂 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因为我们从小 并没有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 不管你在进行哪一个行业 你都可以 就是你都在学习生活技能 哪怕只是一个 扫去清洁工 或者到一个CEO 或者是在一个工厂做工人 他每一个步骤 其实都是在有助于你的 生活的这个技能在提高 比方说做工厂 我以前都做过一段时间工厂 那段时间 就他让我学会什么 他让我学会 我做事情应该动脑筋 哪怕是做工厂 我做事情要动脑筋 我怎么样可以减轻 我做工的不费力气 怎么样可以缩短时间 怎么样可以 以最快的速度做完成 什么样的形式 可以让我们在短期时间内 完成一个 完成高数量的product 就是这整个东西 都是要用脑的 而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我们在生活中 点点的都可以学会的 而我们在以前 我想我妈妈以前 教育的方式就是 在家里就应该relax 就应该放松 其实这种方法是不对 但是他是爱我才这样 他希望我在家里边 有一个放松的环境 但是现在想起来的话 我在那里就是缺失了 很多很多学习技巧的机会 但是有一点好处的是 我妈妈本身是一个 非常好的榜样 她会很多东西 我虽然她不让我都做 她也是很宠我的 我没让我做 我也是被宠坏的 但是我有看到她怎么做 她是一个非常能干 节俭 会收拾家 会整理的人 或者是会煮饭 会理财的人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 但是我至少 每天耳听木然 我有看到她 所以当我长大之后呢 有些东西 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我是那种 要么就不做 要做就做得 非常精致的一个人 所以在 在这个 这一切一切呢 我当时 当我领悟到 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就会 我就全部投入在了 我的孩子身上 我女儿现在 可能 她今年 14岁 她的已经 所有的东西 已经可以自理了 她现在基本上的 就是煮饭 洗衣服 持到家 整理房间 她的 放假的时候呢 她的生活的安排 娱乐节目 朋友的交往 所有的一切 她已经可以说是 已经是一个 independent 就是一个 非常独立的孩子了 她今年是14岁 而剩下的几年呢 就是在 我在她 现在是9年级嘛 在9年级之前 我就把她 最需要的东西 都学会 交给她了 然后呢 像今年呢 她又做了一些 比方说project 就是在学校 她去编舞 帮十几个小朋友呢 一起编舞 怎么样把乐器 组合在一起啊 怎么样 大家去安排 这个舞蹈啊 怎么怎么怎么样 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和心思在里边 当时呢 其实有很多人就说 哎呀你去读四校 这么贵 你还让孩子 就是浪费时间 在这上面啊 但是呢 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好的机会 让她学习这些 这些技能 这些技能 而且那明年 十年 十年级的时候呢 十一 十一十二十三年呢 就是等于是高中了 开始准备考大学 可能就开始忙了 所以到那时候呢 可能我就会让她 少做一些这些东西 然后呢 可以让她专注 在读书方面 但是至少 我知道 等到她十八岁的时候 我可以完全放手 让她独自去 踏入社会 去面对一切了 因为我该教的东西 都教会了 我不会担心说 哎呀我孩子不会煮饭 哎呀我孩子不会洗衣服 哎呀我孩子没有办法 打理她的个人生活 就像很多中国父母到现在 孩子留学过来了 在后面还要跟着 就怕孩子不知道该怎么样 去照顾自己 其实这些东西 你都 你都 如果你真的是为孩子好 你都应该在她十八岁以前 都教会她 而在十五岁以前都应该 最基本的东西 都应该学会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爱孩子 什么叫爱孩子 爱孩子并不是说 把她保护起来 什么都不用她做 而那你是在害她 真正的爱孩子是 你把你所有会的东西 全部都给她 我们做父母的是无私的 我们可以把我们会的东西 全部都给她 每当我女儿说 妈妈你不要啰嗦了 我就跟我女儿说 你好好听着 妈妈只教到你十八岁 十八岁以前呢 我把我会的东西 我尽量教给你 你好好听着 你觉得对的你就听 你觉得不对的 OK你自己去思考 十八岁以后 妈妈在这里 你到时候是你回来问我 我不会再去干涉你的人生 因为那是你的人生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就看到眼前 很多很多的孩子 真的是 特别是中国的孩子 他们在家里的时候 他并没有让孩子 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 然后在孩子保护的非常好 非常浇灌啊 然后呢 忽然间呢 就看到人家出国 然后把孩子运出国 孩子出国以后 在一个完全不懂得 就是什么都不会的状态底下 摸爬滚打 其实对孩子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因为他们的心理压力非常强大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可以让孩子速成 要么就成为很棒的 要么就会心理有压力 可能就 就是打入深渊 所以说 有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 你们应该给孩子准备 慢慢慢慢 一点一点的准备 有些时候不要保护的太严格了 从小的时候呢 他就应该开始做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这句话就是在以前的Facebook 我看到的时候 他说 哎呦 怎么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他就说 父母的责任 就是给孩子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而好的生活习惯 就是在点点滴滴的教孩子 给孩子养成一个 好 给孩子养成一个 就是做事非常细致 非常有耐心 非常淡定 做事情有首尾 懂得思考 做每一样事情 都知道怎么样 哪一个步骤先做 哪一个步骤后做 我这样做的过程 又可以省力 又可以干净 又可以非常成功的完成 我的这个任务 关键是 可以沉静在做事情上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非常浮躁 其实平时我们的生活 已经很悠闲自得了 已经不需要为饥饿 为什么来烦恼 但是现在我们人都不快乐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 就是东西太多 太分散 注意力太分散 根本就没有办法 专注在同一样事情 专注在一样事情上 我们不懂得抽离 不懂得家庭是家庭 工作是工作 我现在在折衣服 就是折衣服 我现在在种花 就是种花 我们总是在 一边干着这个 一边想着那个 这边听着音乐 不是听音乐 这边看着电视 那边写着功课 所以就是太多东西分神了 让我们并没有办法专注 这也可以让我们很累很累 因为你不懂得抽离 你工作的时候 你想着家 你家里面的时候 你想着工作 之前我也曾经讲过 一个老和尚的故事 这老和尚说 他以前是 在做和尚之前 是单水批柴的 他跟他做和尚之后 他也是单水批柴 然后别人就问他 那你有什么分别 你在出不出家 有什么分别 你做的是同样的事情 让老和尚就说了 这样的一句话 他就说 他说 我没有出家之前 我砍柴的时候 我担心挑水 我挑水的时候 我担心砍柴 可是我出家以后 我担水就是担水 我批柴 我就是批柴 我心里面非常坦然淡定 没有焦虑 没有悲伤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智慧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人平时 就应该做到这里 而且东西怎么可以做到 就是从小培养的 当然有很多朋友说 哎呀我现在会不会太晚呢 我今天已经40岁了 不晚我从37岁 才开始真实的学习 从生活中 点点滴滴当中 开始来净化自己 其实反而我们 在到了一定年龄之后 我们经历了很多之后 可能更容易大车大雾 更容易去来 就是开始 就等于是一种修行吧 干净整洁 整理家也算是一种修行 我是这么认为的 然后小孩子 因为他单纯 比较单纯 他不会抗拒 不会想那么多 你从小养成他这个习惯呢 他就少不需要 从中的中间的这个磨合期 他可以从小一点一点的 你会让他人生顺利很多 因为我们人啊 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事情 好的事情 坏的事情 他都是掺杂在一起的 所以从小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你会让他的人生顺利很多 而不会就是说 你想啊 人生本来上大上学 读书工作 结婚生子 就已经很多麻烦了 可是你连你生活的最基本的习惯 你都没有养成 这些小的东西 就已经把你拉住了后腿 拖住了后腿 像我就是这样 就是我自 虽然我是30岁以前的很幸运 生活真的很幸运 我就感觉上天真的非常眷顾 可是30岁以后 当我开始想要跨出我的 舒服的圈子 想要更上一层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资质不够 因为我的生活习惯不够好 我的很多很多习惯 不能促成我更成功 因为我这些东西 因为在我更成功的时候 我知道我将会面对很大的挑战 我将会面对很多的困难 或者是我将会面对 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如果我的生活习惯 我的生活环境 并没有让我整理的非常好 非常顺 光这些东西都已经让我很焦虑了 我怎么可能会有更多的心思 专注在我的事业上面 所以OK 我让自己沉静下来 我开始让自己沉静下来 一年两年三年 直到我真的觉得 我对我的生活非常满意了 我才开始启动我的 就是再生能力 重新踏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是一个 这是我对人生的一种调整 也是从去年开始 学极简 然后开YouTube 这整个过程都是我在记录 我这个调整 我人生的一个过程 我们不着急 我们不着急 与其说我要创业 我要干什么 我要坑上一层楼 我要急的 我要很着急 你着急也没有用 当你的人生没有整理好的时候 你着急也没有用 或者说时间还没有到 我现在就觉得 差不多了 快了 但是我还是在努力当中 像知道我前一段时间 我说我对YouTube 开始就是很紧张啊 很用心啊 可是我就在这用心的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 自己好像有点跑偏了 因为我忘记了 我曾经的愿望是什么 我是为了什么 所以现在呢 我就开始slow down 开始慢慢变慢 然后还是继续把精力 投入到生活当中更多 开始整理家呀 整理生活呀 像家整洁方面的 已经整理很多了 然后呢 这两天不是难得好天气吗 我就把心沉下来 像以前如果我不做YouTube 我就很担心 哎呀 观众会想着我呀 怎么怎么样 哎呀 收视率会减低呀 就是订阅率会减低呀 而我现在就整个人都沉下来 真的是呢 扫花园的时候 就是认真的扫花园 帮我妈妈剪草的时候 我就很认真的帮她剪草 很努力剪草 满头大汗的 就是那种 你知道吗 然后昨天 昨天对 我在扫那院子 因为我之前大树剪掉以后呢 那些树渣渣 就插在这个夹草 因为我前面铺的是夹草 就特别难扫 就是累的我不行 但是我就是 打怕是天黑了 我也是一下一下 慢慢慢慢的 把它全部扫干净 当时那种感觉就是 我就活在当下 我那种感觉 好像就自己在修行当中 就是在自己 把自己的烦恼 一点一点扫清 把自己的烦恼 一点点扫干净 当我这一下一下 扎扎实实 把它扫干净的时候 我知道我不需要再回头 去扫第二遍 因为我很认真的 一步一步的走着 不管这种有多难扫 只要我每一步都是认真的 仔细的扫着 我就不用回头扫第二遍 所以我就开始认真的扫 认真的扫 而且这棵大树虽然斩掉之后呢 我这次扫打扫是非常艰难的 但是我知道 我只要扫这一次就够了 因为这棵树不见了 它不再落叶 不再落花 不再落任何东西 我只要清扫一次 我就不需要再遭这个罪了 所以我就会淡下心来 非常淡定的去面对眼前的 所谓的这个困难啊 就是我要付出很多很多 努力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会心沉静下来 然后一步一步 非常仔细的 直到天黑 我才把它扫完 扫到晚上贴了五六块 那个那个膏药在身上 超级累的 因为平时不动嘛 忽然间这种高能量的 这种运动呢 直到胳膊上 肌肉啊 很多都不用 没用到 用到 好累啊 但是整个过程让我非常舒坦 非常 就觉得自己不会焦躁不安 不会去抱怨 不会干嘛 而是非常淡定的 完成了一样事情 这都是从极简当中 生活整理上面 给我带来的莫大的好处 所以我们希望这些东西呢 如果这些父母看到之后呢 我希望你们呢 把这些东西 全部用在孩子身上 让他们从一开始 就可以养成这种好的心态 养成这种 对生活上点点滴滴 所做的这种 非常纯熟的技巧 让他们对面对生活中的 基本生活 生活习惯 都可以拥有一种 非常纯熟的技巧 这样他们长大人生之后 才可以非常专注的 在他们的学习 专注的在他们的 就是工作 专注在他们的梦想上 好了 今天呢 就简单的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接下来的video呢 我将会给大家讲一下 关于如何梦想成真呢 因为我之前给大家提过很多次 我说从小呢 从15岁接触这个话题之后呢 我一直是处在一种 可以做到梦想成真 这种状态的 很多观众朋友都很好奇 然后接下来的视频呢 我就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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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